侯爷 小慈找我何事 我代百姓感谢侯爷 也感谢侯爷为阿颜查案 特送了一份宝礼给侯爷 这个是我亲手做的定胜膏 吃了之后定会万事圣意 此案复杂 不一定会有结果 没事 我愿意助侯爷一臂之力 那侯爷慢慢享用 我先走了 你听说了吗 铸造丝闹鬼了 你别吓我 吓你做事 听说起伙的那个光棚 翻新时发出了好些遗物 真的 这些事我跟你说 他们说得可吓人了 安颜姑娘 别害怕 魏某来 是想问你一件事情 大人请讲 之前在破庙的时候 我看阿颜姑娘做饭 喜欢将食物分开 不愿混在一起 可是有什么讲究 没什么 只是家中 有人习惯这么吃饭了 还是因为混在一起 脉象不好 有人看了回身哦 魏某有个朋友 儿时也是极寒交迫 颠沛流离 只要吃不死人 没什么东西是不能吃的 虽然过后日子好了一些 但在她的心里 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一些阴影 不知道阿颜姑娘的家人 是否也是这样 我不太清楚 魏某就是突然想起来了 随口一问 魏某 江姑娘 糕点你给侯爷了吗 我给了 他还挺喜欢的 太好了 你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吗 我也饿了 怎么没人给我送糕点呢 少君这是吃了什么好东西啊 还要亲自提着 小次做了定胜糕 讨个好彩头 定胜糕 那要提前祝贺少君了